台灣人口老化日漸嚴重 隨之癌的醫療問題更將需要被重視 而嘉義縣是一個典型農業縣 且區域浮原寬廣 交通不便影響了當地居民就醫狀況 嘉義縣的農業人口已經殘免 全台灣第一年已經是連續超過10年以上 長輩他如果要憑公共工具去 到醫療院所就醫的話 因為這個醫療資源的伏擊性沒有那麼的 應該是因為他的這個均衡性比較沒有那麼好 嘉義縣政府自2010年啟動三嘉義行動醫療服務列車 打造遊走於村里間的行動醫院 提供全方位的社區醫療及保健服務 既然長者出不來 那我們就由我們把醫療設備 把這醫療的專業人力就送到社區裡頭來 三嘉義就是有四輛車子 那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些預防保健的服務 像女性的話就是只攻擊抹片 如防射影檢查 男性的話就是一些口腔篩檢 當然就是說民眾如果有什麼特別的不適啊 那都可以做一些檢查還有一些藥物可以使用 雖然嘉義縣政府嘗試改善醫療狀況 仍然有許多執行上的困難與限制 以及未來發展的考量 在鄉村的老人健康意識普遍來講都是比城市的老人 還要稍微差一點不足啦 那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城市的老人他們普遍教育程度都比較高 然後在鄉村就比較不足 那另外城市的一些健康資訊取得比較容易 嘉義縣人口嚴重高齡化 透過行動醫院的方式不僅對就醫不變的居民提供一層保障 以確保居民健康的後續追蹤 中正醫報蔡勝旭周子敬嘉義班路報導